弟兄姐妹 准备平安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方言 我刚得到消息 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发生了火灾 现在整个楼都裹在浓源之中 很可能烧完了以后 这个楼什么都不剩下什么了 我听到消息后 我感觉特别的震惊 也感觉特别的惋惜 因为就在三年前 我跟我妻子的婚纱照 就是在巴黎圣母院拍的 那是我们一个取景地 这个圣母院 大家都知道通过这个 余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 这个同名小说 Kashimoto 是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所以很有名 它有大外交 现在为止8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特别惋惜呢 就是不只是作为一个建筑 我今天知道这个消息后 我从学校回来 我都没有来 急着去整理这个稿子 我觉得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点 这种直观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很难过 不是为这个建筑 因为我不是一个建筑爱好者 我只是觉得 这个建筑 这些 这些在欧洲的这些教堂们 他们见证的是曾经 耶稣基督的荣耀 在欧洲大地上的彰显 他们见证的是曾经 教会带领着百姓和愚昧 和落后进行的抗争 也就是说在当时 在数百年前 虽然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曾经带领百姓 从愚昧走向了智慧 可以说欧洲的文明 它的教会史 虽然有腐败 虽然有堕落 但不可否认的是 教会史在其中 有不可推诿的贡献 但是现在看看 欧洲成了什么样子 这些左倾的这些政客们 为了选票 为了自己的支持率 把教堂卖给了穆斯林 诺大的教堂里面 没有人在这里聚会了 有的只有游客 我在欧洲我去了 维尼斯的大教堂 我去了巴黎的大教堂 我去了罗马大教堂 里面都没有人 教堂失去了 它本身的价值 教堂失去它本身的作用 我想起耶稣就曾经说过 这称我名下的殿 祷告的殿 岂可成为贼窝呢 岂可成为敛财的工具呢 欧洲今天的政局 今天的民生 今天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堕落到这个地步 跟信仰的衰落 有了直接的关系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都有可能正在 正在见证一个历史 因为我想这次的火灾事件 不管是因为什么事情引起的 它有可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拐点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也就是说 神的荣耀彻底的放弃欧洲 有这个可能性啊 只是有这个可能性 反正我也不怕被打脸 我也不是什么名人 那我只是说我自己的这种看法 因为按照欧洲现在的这个信仰趋斥的话 基督教的这种示威 基督教 基督徒们对于世界失去了影响力 神说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光 你们是实现的炎 炎若失了位怎样让他再闲呢 光点起来没有人放在斗底下 都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屋子的人 咱们就说 欧洲的基督徒 你们还有什么影响力 你们除了做好事以外 你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舆论风气 你们有影响力吗 你们没有 你们不再是光 你们也失去了眼尾 所以我也是在此吧 我也想勉励我自己 我也勉励 所有能够看到这场节目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警醒起来 我们要警醒起来 我们不能当梭头 鸵鸟一样基督徒 我们要 让社会 向身边的人发出我们的声音 我们要 发出光来 我们事光就要发出光来 事严就要有咸味 要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 不能让这个 舆论也好 这种风起也好 这样的堕落下去 今天欧洲的现在 就有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情绪比较激动 今天就说到这里 稍后我回头再会总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